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说了几次 然后出去的杨兰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 反正你死定了死定了 所以我记得他很多闹语言笑 那个时候还讲什么吗 说上青藏高原 上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现在会说了 所以人家现在在大陆这一开餐馆 你那里跟大陆各方各面的人打交道啊 对啊 你觉得现在跟他们交往顺畅了吗 顺畅很多了 你知不知道跟他们怎么打交道 还有一样就是说我不喝 我不会喝酒嘛 干脆不喝酒 一滴也不喝 也不喝 不能喝 第九个单 然后呢 但是我现在跟他们 怎么说呢 像朋友一样 像朋友一样 但是在拍片的现场的时候呢 跟他们就兄弟一样 所以现在有不一样的感情认识人多了 肯定了解多了 你接受的大家的那个 那个 你觉得是不是一分子呢 自己 是不是里面的一分子 也不是一分子 也不是啊 有的时候呢 我确实啊 上课的时候呢 我跟他们说 我跟你 跟你们有一些距离 什么距离呢 不是那个金钱的距离 心态的距离 比如说他们 去那卡拉OK唱歌啊 每一首歌都是他们的 以前的过去那个回忆 革命歌曲 在我来说呢 我的回忆的歌曲都是英语 的英文歌啊 所以就从这方面说呢 我和 就是说我打不进去你们的那个 核心的那个生活里 这个一样的 你算是个成功的例子 你看一般我们这儿 我们这个大陆人会觉得 你在香港 不管多少年 你跟香港人会合作的非常好 但是讲实在话 真要是做成哥们 特别好的朋友 还是觉得不大可能 就是为什么呢 但是你好像可以 我可以啊 我我香港很多 我好朋友在这香港 都是香港人啊 对 他好像没有什么 我没有地域的那个分别 我去上海也有很多好朋友 北京也有很多好朋友 你不觉得香港人有点这个怎么说呢 没有把心给你打开的这种感觉 或者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讲 香港人比大陆人单纯 因为整个环境比较单纯 他没有经过很多的斗争啊 人跟人之间的那些 不好的东西看的少 你不是说我什么 我揭发你 你揭发我那种事情没有 你知道这个马卫都啊 那有一次就跟我讲 他说跟外国人啊 没有办法交往做朋友 他说都在那这个 端着杯酒站着 在那聊聊聊假不假事的 他就说那我们北京人 要是好朋友聊 外国人就是互相就不谈隐私的 我们就是要谈隐私吗 不谈隐私 进不去 对进不去 就要谈隐私了 他是不是 因为你 我们会觉得跟香港人 好像谈到一个程度 也就不能再往下谈 没有没有 香港人可以谈得很深入的 可以做 当然你要把你隐私先给他定 然后他再把他的隐私给你听 所以我就记得 我只有 平生只有一个香港人 跟我谈他的这个隐私 是谁 我好像在十几年前 在咱们节目里啊 我也跟你们讲过 说起来这个人啊 也很不幸 就是说 我就跟他讲 喝酒谈谈 他就讲他夫妻生活啊 这个就不行 然后呢 他就讲了 就说这个什么呢 这算不举啊 不举啊 对吧 但是呢 他说我不是这个生理性 后来说我怎么弄的呢 他就说 他北上啊 北上 在那嫖娼 嫖娼啊 锻炼 锻炼 对锻炼 然后给吓的 吓的 你们不记得吗 我跟你们讲过 吓的 就是他 你讲太多了 这种事 对他嫖娼 在一个房间里 半夜里啊 都是 光一下 踹开盾 带着钢盔啊 拿着冲锋枪的 最后 走错了 走错了 人家抓捷匪 不知道是抓谁 就闯错了 框极把门关上走了 他以为是抓嫖娼 其实这个 这个架势根本不是抓嫖娼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抓谁 香港人 香港人 后来他怎么样 后来就不行了吗 这个人很不幸 我听说 因为我很多年没见到他 所以这个 我听过一个 一个说法 说好像死杀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 抽一张 就不知道了 就是所以 我就记得唯一一个香港人 跟我讲隐私 讲到 那你对香港人的隐私 也就这印象了 北相 对 所以需要沟通 咱们也别 光讲不正经的 那讲点正经的 沟通 你也讲这英语 讲这个培训的 我给你讲一个 大陆的一个名人 你认识吗 我也是 你认识啊 叫李扬 我知道 是的 很出名 很出名 你关于他 你知道些什么 就那个疯狂英语吗 对 叫喊的 就是说 他 你要学英语 先不要学英语 本身那个 智慧的那种 说出来 有胆子 把它喊出来 这个方法 但现在 不行了吧 就像你说的 人们觉得 现在他这个东西 不像当年那么火了 像那个中国合伙人 那个里边那种 那他还不是 中国人里边那种 他是疯狂英语 他跟这个 中国合伙人 那个原型啊 就是那个新东方 那个于敏红 他们那些 他们讲啊 这正好是两路 就中国人 一开始 都是靠个人英雄 你比如说 像李扬这个 其实他个人 我觉得就是个演讲狂 他就就就就这样 发颠一样的 但当时呢 都是两路 但后来像于敏红 他们走了一个 企业管理 对对对 就成功了 上市规模 就 但是李扬呢 长期以来 主要是以他这个 还是那些形式 为为核心 演讲 你说为什么我跟他 他跟我是 也是故人呢 广东电台啊 他就在我们对门 我是当时 广东电台新闻台 他呢 是英文台的 这个不音员 我为 就是说 为什么李扬的 这个英语方法 我也是 我都跟着喊过两次 因为我们认识 我也跟着喊过两次 对吧 是能是会喊会了几句 但是我也怀疑 到底有多少人 能够说的多么好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学英语 你不能不承认 他是有特有有特长的 比如说这个李扬 他是我见到的很少的 他不是在外国学会的 就这个语言观呢 不是在外国 他就是在在中国 第一次到我们台的时候 第一次到我们台的时候 就介绍啊 有人介绍 他们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玩一个游戏吧 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那个不大会讲中国话 他是从在外国出生的 今天到我们台来做播音员 他就模仿这个外国人 讲中国话 跟我们讲 他原天才 我们都信以为真 就觉得就是 那这个人呢 他就是有这个天赋 舌头不一样 他老婆是一个老外啊 对老婆 打老婆的 打老婆 是吧 这个你有什么评论 他打的是老外吗 打的是老外啊 他是给老外害的吗 没有 他就 听说打老婆 但是他呀 就是确实是有一样 就是 你知道有人说过 这个爱国主义啊 或者说是极端爱国主义啊 跟这个民族主义啊 常常跟什么词啊 这个激情啊 激情 血性啊 催眠啊 跟这些东西 联系在一起 不是好东西 你看包括美国好莱坞的 这个电影 你什么时候看的 好像要流泪啊 热血激动 就是我们美国 我们这个人类的一种情绪 好像你只要一吼叫这个 特别容易把这个人弄的狂乱了 那么他最早年 邪教也是这样 哎 你要这么说呢 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他最早年这个英语演讲 很多时候啊 是跟这种民族主义 但是大概后来有人说 他慢慢的 这个就少了 他教的是英语 但是跟民族主义 在拉上关系 有记者 他的意思就是 让三亿中国人都学会英语 我们到美国去 对吧 我们把美国老都打败 对吧 我们要说英语 说的比美国老还好 他这个 你大家听得激动吗 以为都行了 到今天还是不行 他现在干什么呢 直销 我就是要跟你说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将出台综合改革方案 就全面深化改革 进行总体部署 便视为中国第二次改革的起点 当前中国正新的历史拐点 期待一场更深刻的改革 届次会议 新一代领导人 将给未来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制定什么样的蓝图 提出什么战略新思路 改革会有哪些重大突破 将遇到什么阻力和困难 红花廊环旅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纵黄卫视中安台 听说民生银行微贷特方便 凭收银账单就能贷款 凭物流运货单就能直接贷款 靠销货记录就直接申请下来了 通过交税记录就能直接贷款 凭交易流水也能直接贷款 民生微贷就是贷款 单单都能贷 所以这奸庭有共同语言 他除了当导演之外 开餐馆之外 也搞培训 这个培训很多时候 在我们大陆现在名声不好 都觉得 而且有些是从香港过来的人 确实是 就觉得他们搞这样邪教 所以你看对直销 也容易印象不好 李扬这次一搞直销 就有一些评论 他做什么东西 做直销什么东西 某一种很著名的 一个直销的产品的品牌 他就投身直销事业了 直销和那个承压是不一样的 那个承压是非法的 直销是 就是说他直接把那个产品 送给客人 省的那些什么推广 广告 传销你说的是不是 全是直销 传销 传销 直接直接收入 对对对 但是不是传销 是一层一层这样传下来的 他有承压的那种 承压的那种 产品本身不受这个问题 等如是那个 庞市骗局 但是在 什么叫庞市骗局 就很简单 那个就是 曾经有一个这么老外 他就说 你给我钱 你给我钱 OK 然后呢 我给你一年百分之四十的那个回报 对 那么我给你回报是从什么地方拿过来的 从他的那个身上拿过来的 然后我也跟他说 你给我 那这一百块钱 我给你百分之四十 一个一个人 就是说 每个人的一层一层 那个变成一个庞市骗局 那其实他疯狂英语 跟那些直销传销 其实在某种形式上来说 是有共同点的 大家也都是非常激情的 是 我去过一次给朋友拉去 看他们那个传销 然后上台 他们完全是 以就是说做了多少生意 就像保险公司一样 上台 这个人就说 自己怎么成功 怎么赚的钱 然后他一说 下面就哗哗哗 这样拍手的 对对对 都很激动的 但你看的很恐怖 像拍戏一样的 那么让他叫口号 下面就跟着叫 他拍手 下面就拍着手 需要 这就需要大忽悠 大忽悠 所以你讲 你就说 李扬没有把他的成功模式 这个复制 我觉得他的这个很难复制 因为啊 你有没有见过 他叫他那个喊英语 疯狂英语那个 我见过这个片段 我看那片子 本身这个人 他包括他自己讲他自己啊 他可能都有一点轻度的抑郁 他讲 他自己讲他自己 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本身就是个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他是个小时候啊 就害羞到什么呢 想上厕所呀 不敢跟大人说 能尿裤子 尿在裤子里 都不敢跟大人讲 这么一个孩子 所以其实他是为了所谓啊 战胜自己的这个东西 这人很容易就变成 魔性 另一种疯狂 他自己经过了这么一个心路旅程 我们甚至于可以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 这有一点扭曲吧 有一点极端 可是往往这种有一点扭曲啊 就是与众不同 一般人做不到 你像他一样去演讲 我认为他可能就有演讲狂 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 在台上四五个小时 真的不会冷场的 真的就能把全场 到后来都出过事嘛 就是说 我们要向老师下跪 跪下 哭 这一大片就都跪下了 这已经等于洗脑了 对对 你知道我一直认为 有一种叫演讲术 为什么你看 有的人都是学者 有的人上电视就可以 有的人上电视不可以 但能上电视的人 也不是学问大 他好像人类啊 有另一种忽悠的技术 能忽悠 奥巴马就大忽悠 他一定是能忽悠 他不一定说 他的政策多么强 但是他演讲的时候 能让你激动 这跟什么有关系 你说这算人格的魅力 他这个是怎么呢 他第一 他本身是有这种魅力 第二呢 在美国公关学上面 有一种是演讲学 专门教你的 连脸向 有几分脸向着观众 手怎么踹在兜里边 然后再多身体语言 怎么动 都教你的 我教那个特首 这个也是 你教过特首 对啊 哪个特首 以前的那个 就竞选特首的 那种 没当着选 没选上 失败率很高 当时那个 梁家杰和 后来现在唐唐 唐英年 都教过他们 你教他挖地窖是吗 这个没叫 这个没叫 这个香港人 我告诉你 香港人 每一个人 都会挖这个地窖的 天生的 因为房太贵 所以我告诉你 真的 所以特首 有那个挖地窖 那个过去的历史 不是原罪 这个是 香港人 都是同意原谅的 香港人家家都挖地窖吗 没有 如果有机会 有地面 对 有地面是往高 往地下都可以的 就是有间屋子 你那时候去他屋子 他家也有一个地面 以前那个 以前那个 现在 这是香港地道 地道站 你说你教他什么 唐唐 教他 就是说 那个讲 有话的那个能力 但是我 我给他一个 不一样的是 戏剧的角度来说 然后我 演戏 演戏 就是说 进入角色 因为我教他 为了他的那个 做事大会里面的 一个场景 肇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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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要把他 心里面的想法 变成一个历史的 一个 就改变历史的 一个使命 那个角色 给他一个角色 放到一个黑暗的 那个房间里面 让他想一想 刚才想登哪 先挂黑屋子 你没教了他 你倒把我教了 我最近也是发现 因为有的时候 要出头露面去讲话 但是你知道 这个人 平常如果是老是玩 老是待着 人要是没有一种责任感之后 说出来的话 没有力量 对 就死量不弱气的 力量感不够 力量就没有力量 我发现你还真的就是 要让自己 至少是那个时候幻觉 当自己回事 为了国家和人民 然后你让自己 在那个瞬间 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讲的话就有感染力 那是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 你会先感染自己吧 是 你自己都感染不了 你怎么感染人呢 我后来他就送了我 送了我一箱红酒 你知道那红酒多少钱 一瓶过一万 天哪 两箱 对 堂堂是爱喝 爱吃 然后呢 他说 他突然给我带话 他说 坚挺 谢谢您 您的那个想法 对我是有用的 起码那个 造势大会里面 他的那个心态 出来的时候呢 觉得 我说你是改变历史的一个 中国历史啊 有这么一个小特区 我2017年 您是要为了那个直选 直选 做一个准备的 你想一想 这个历史人物没有几个 你就是那一个 这就是导演在说戏啊 对啊 演员就是这么进入状态 对啊 基本上也是心理医生 是是是 以后我做节目前 你跟我说说 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三对屏幕好搭档 为时事开奖拍摄全新的宣传片 感觉有点像拍电影 其实我也没有拍过电影 现在体会到做演员的那种辛苦了 点滴凤凰人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比方你包括像李扬这个一传出来 他也没有放弃这个什么疯狂英语 然后他就说我去投身直销 马上就会觉得你看这个评论就出来了 疯狂英语现在不行了 开始无法谋生了 开始要去做直销 实力了 其实我倒觉得那个那我不了解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李扬啊 他就是不能离开讲台 你不管可能疯狂英语提供的讲台有限 那么他觉得直销这个东西又能让他发挥 因为老年就有人说他要退休 你或者说得培养接班人 你光靠着中国很多企业是有这个问题的 就靠一个人的个人的能力 对吧 好 但是后来发现他不行 所以我就发现咱们经常有人说你嗨哪口 嗨这个东西 有些人呢 他就嗨这个东西 就是就是你像让你上台 好价几个小时 对对对 我享受的 自己也享受的 你也能享受吗 对啊 我在上台 我就教书啊 现在也是培训嘛 三个小时 不停的三个小时 你很想下边人享受吗 我觉得他他有反应嘛 有反应给你 他肯定要 这个很要紧的 台下的反应很要紧 就是说他在上面讲四个钟头 下边台下如果有两个半钟头没有反应的话 他也讲不下去 所以你看啊 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商业啊 能把一切都收编 比如说就是好像过去跟那个钱没关系的一些个东西 比如说你这个人特别激情 你这个人非常浪漫 你这个人非常能感染人 你看你到最后啊 全可以被生意化进来 商业化 商业化 商业把你说这需要 都换成钱了 商业都可以需要你的这种东西 但是你讲的这种说发自内心的激情 可是最后呢 你也可以是在一个商业的套子里 对对吧 你在台上发颠的激动啊 但是这底下就有收钱的 就赚了钱了 对 所以这个商业社会很有意思啊 什么最后都在这个圈圈里 那时候商业社会最后还是 还是需要演员 不是 你就好比说啊 有些人讲的 那个也叫彻底 比如说啊 说这个革命者 或者说我为了正义 为了呼吁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开一个电视节目 但是也有人讲啊 你如果真的是那么正义的话 你不要收钱 你收钱 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 就是说你是打工的 可是呢 你又拿了这个钱之后啊 你又以为自己是在干着一个 超过了这些东西的一件事 这两件事之间有 对对 多数说这话的人是收不到钱的 没错 他收不到 他就说 社会有一个平衡 他就是那个NGO 在那个不是那个 不是那种啊 什么说呢 不牟利的 不牟利的机构 非牟利机构 NGO 就不属于那个政府的 那些扶贫 非政府的 非政府的 那些机构 然后呢 他也是为了一些人 他平衡自己 就说我干这个事情 不是为了钱 你给我一点点就好了 小伯 那也有这样的 做一个 但是我最不喜欢 就是现在 如果哪个店里边 一个老板 他卖东西卖的便宜一点 就变良心老板 你还是喜欢买的贵 是吧 接着为您播出 正常价钱 西安楼关 闻名启示录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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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